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為女人 我是邱美寧 因為我非常討厭跟人家撞衫 不是老娘買不起 是 老娘不想跟你撞衫 搭的就是我的 魏如萱的T恤 它是一個泰國的牌子 叫 當年是蔡依林的 機場穿搭開始紅的 我的工具包 我是在Olet買的 然後它的價格當時也是 非常的親民 接下來要介紹我的 七日穿搭給大家 想知道我怎麼在生活中 找出穿搭的樂趣嗎 你接下來看這支影片 就知道我怎麼穿囉 我穿搭最注重舒適 我最喜歡就是有點中性 然後帶一點小性感的元素 衣櫃裡面一定會有很貼身的上衣 然後還有腰帶 我覺得沒有穿搭是看不下去 因為本來就有不同類型的人 這就是穿搭有趣的地方 對 但我自己比較 沒辦法駕馭的是 明媛風 比較日系 比較森林系的我比較不行 這一套就是我的工作盯場的look 一人去一些就是可能珠寶啊 或是記者會的一些活動現場 就是我就會選擇上這樣的look 一方面呢 我希望一人可以找得到我 再來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這個人就是很反骨 該穿全黑的時候 我就是不穿全黑 明明可以就是亮一點的時候 我就想穿全黑 然後像這個包就是 我的那個工具包 我是在Olet買的 然後它價格當時也是 非常的親民的時候買到 款式呢也是塗鴉系列 就感覺比較街頭一點 就是我會喜歡的設計 可以裝我的咖啡杯啊 或是水啊 然後一些有的沒的 就很方便 然後這件衣服是 Nike跟Stuicy聯名的 顏色很襯亞洲人的膚色 所以這樣穿起來 就人的氣色就會很好 然後它又是有一點點防水 就有時候我們盯場在戶外 其實像這樣的材質 就不怕髒又有一點微防水 褲子呢就是 是H&M的 因為它不是真皮的嘛 可是它款式就是 感覺又能放奢皮的 然後顏色一樣是可以跟 這個上衣可以配一組 所以我當下就是立馬買了 然後它的那個褲型 又是比較寬的 就是它其實穿起來 是很舒服的 所以工作的時候就是 會非常的方便 然後這一雙Nike Dog 就是在節目上 我也是很常穿 因為這個顏色 我覺得很好配 然後剛好黃色跟紫色 就是我很喜歡的那種 對比拼色的色系 這雙鞋我就很常 在工作的時候穿 其實現在我穿的就是 整個很寬鬆 很像運動服 再搭這個珍珠 就感覺很衝突 所以其實我平常也是會帶 穿這樣比較中性 然後會帶比較Lady一點的飾品 像這樣我就可以去工作了 反正我的東西就是很多 就是幾乎每天我都會帶一樣的 可是配法我就是會一直多變 就感覺就是買東西CP值比較高 就是我的 我的Tips 這一套就是我的健公婆look 我剛剛就是在穿的時候 私下工作的人就會覺得 怎麼穿就是健公婆穿這樣 應該在正式或什麼的 我只能說你們這些漁民 就是我這套衣服是有故事的 其實這件只有我婆婆送我的 河鷗的T恤 它這個棉就是材質很好 就很散熱 所以我很喜歡穿 然後就是每次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就希望她知道就是 我很珍惜這件衣服 而且我很愛 所以我非常常穿它 就洗到有點點褪色了 再來就是它其實有一些 設計的小細節 我也很喜歡 所以它雖然是一件T恤 可是它其實它的設計 還是很女性 然後再來就是 我搭了就是相同色系 可是還是有一點點落差 有點帶均綠色的一件裙子 然後又是全長 就不用擔心曝光 然後它後面還有一點微開叉 就是活動起來就是 完全不會有任何阻礙 就是一樣可以去接小孩 反手 都非常OK 再來我的鞋子 就是我這邊收到的禮物 Nike跟Sakai聯名的 我見公婆就是會選擇 可能帶一個特別的精品包 同品牌的耳環 但就是不會到很誇張 然後就是有一些小細節 然後這個包是 我先生在某一年生日 他送我的 我的精品包我也沒有很多個 我東西不喜歡買多 因為買多就會很無感 然後這個顏色跟款式 我覺得就是流浪包 就是我覺得也很適合我的個性 然後銀色我覺得也是很百搭 因為我就是不喜歡看起來 就是你知道很像媽味很重 然後我婆婆本身也是一個 就是品味很好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像這樣綜合 我婆婆應該看得懂 上次就是為女人 就是我們我記得去suitwork 我們就是收工回家 剛好我們就是weekend的聚會 然後我就是那天是蘇大有頭 卸下了我那天就是很帥氣的套衣 然後穿了就是睡衣的look 他們來就說 欸你在懶頭髮是不是 什麼 為我今天很美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穿像這樣的感覺 公婆跟就是他們應該都看得懂 爸媽我來了 嗨 嗨 來自我介紹一下啦 妳叫什麼名字 鄭伯扬 鄭伯扬 我們是 這個是我們的親子穿搭照 其實我們有很多細節都非常的用心 我今天身上穿的就是 那個nose face的就是牛仔系列 我看得出來就是真的是育兒的時候穿的 因為就是非常的髒 就是各種髒 然後它的好處就是 像上週我們去公園玩的時候 現在是梅雨季節 就下雨天的時候你也可以這樣帶著 它其實就是有微防水 對 不好意思我們家環境有點吵雜 然後再來就是呢 我裡面搭的就是 我的Majima 魏如萱的T恤 就因為它這個T恤非常寬 所以就是育兒的時候穿就是非常的方便 然後Legging的話就是 其實我平常是不太敢只穿Legging出門 可是這款我可以 就是Nike的就是特別的系列 就是腿穿起來覺得比較修飾一點 因為我對腿比較沒有自信 所以我就會穿的就是 比較有一點厚度的樂福鞋 這樣我就趕出門了 再來就是呢 它裡面的T恤 來 來 你先看著 有可比書喔站好 站好 我要我要這邊這樣 可比書 這是什麼 耶 可是我們其實 手 手 另一手 背 好 好 站起來 好 站好不能動喔 等一下就給妳 好 現在裡面它的T恤呢 也是娃娃他們出的 就是它跟小Baby的 就很適合小孩子穿 然後這個有兩個顏色 有白色跟黑色 不要動 然後再來 你不要再動了 我們站好 然後再來呢 這個就是我 我之前去京都的時候買的 收手的那個衣服 然後就是你知道客家人就是買 很大件 很大件 它從嬰兒的時候 還是我們等一下就Key一個人型牌 好 它從嬰兒的時候 我就給它穿 到現在 就是其實就是 這個時候才是它真正剛好的尺寸 所以我就讓他們兩個顏色就是有點不一樣 感覺是一個 時尚的 意外的 碰撞 然後這個小皮鞋 非常可愛 它就是那個 日本的品牌 Mustar 這個牌子呢就是小孩子 你不要看它是皮鞋 它其實非常軟 就很適合小孩子穿 對 然後帽子也是Muji的 好 它可以走了 沒有 沒有 就是因為我兒子他就是非常的 過動好動 其實男生一定都很好動 但好事是 因為他不太會挑 就是我穿什麼衣服給他 所以其實我每次就要讓他去公園 我都會想說 就滿足一下自己就是穿搭的那個欲望 就讓他穿得很不方便 他都可以好好的趴趴走 我是說 我是不是說他很難控制 也不相信我 那沒有啊 你喜歡媽媽幫你穿的衣服嗎 喜歡 喜歡姿勢 那媽媽漂不漂亮 漂亮 好 那你愛不愛我 愛你 好 你覺得髮髮比較穿跟媽媽比較修嗎 髮收 沒有 那不是 那不是真的 你要不要唱Year Summer Ring 好了 你要不要唱歌 你不唱歌 你要推下囉 我們是過要醬 我是同年 我是同年 我得一下 你對這片流starter 這套呢是我的就是工作的穿搭 可是像我裡面的單品就是 我可以把它搭的就是感覺 比較像比較正式 然後感覺就是開會的look 但我也可以把它搭的比較 女孩一點的造型 我等一下會給大家看 我很喜歡我這個的那一搭 這是Beans他們的進的一個牌子 比較中性 然後有點帶女人味 然後這個貼身的那個設計 它有一些剪裁 就是不是像一般就是那種平的 就感覺好像有些人的身材 可能還會有一點擴張的效果 這剛好就是會修飾 然後如果是像我一樣是扁身 盡可能就會搭的比較貼身一點 然後這款的設計很美 就是它這邊還有露腰內肉 這樣 就像我們這種扁身的人 這樣露這邊就非常的剛好 然後褲子呢就是快時尚品牌 ZARA的 然後因為我個人就是很喜歡土色系 所以這個顏色就是一出我就立刻買下 我覺得就是CP值很高 然後再來就是我褲子我會買比較大 就感覺比較瘦 然後再來就是我的鞋子 是一個台灣的品牌我非常喜歡 它價格非常親民 然後一樣是有點厚底的鞋子 來修飾我的腿長 然後襪子呢我就是配了有點金蔥 但一樣是黑色的 就感覺有點小小的細節 因為就是不想要就是很無聊 就剛好就是買成套 所以我就自己就是自己搭了就是 銅色系的one tone 可是有點層次分明的一些色調 然後這一款呢就是肩膀的部分就是有點 就是oversize 就是你這樣會看起來你頭的比例比較小 身體就會比較瘦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tips 然後這個袖口呢 它就是有一些就是 反差的一些色調的那個拼接 就感覺這個西裝外套就沒有那麼無聊 價格也是非常親民 因為我算是造型界的小資女 我就是看設計為主 我就喜歡CP值高 然後因為我非常喜歡刷舟的東西 就我只要去outlet或什麼 我看到刷舟是沒有人要的 我就會覺得那是我的 因為我非常討厭跟人家撞山 可能當下很流行的東西 不是老娘買不起 是老娘不想跟你撞山 但大部分時間是買不起了 這一整套呢這個是一個就是中國的設計師叫蘇蘇筒的 然後這個款式呢我覺得就是非常適合扁身的我來穿 對就是像這個一樣就是可以露出就是我剛剛非常愛這個內達的細節 同時呢它這個地方就是它感覺有點可愛 但其實有點點個性 對它這個runway上面是單穿 但是我真的是沒有這個腫 所以我真的需要有像這種body搭底 這個衣服呢就是會有一些細節 會露得比剛剛還多 所以其實你這樣子看起來就是會比你實際更瘦 然後鞋子呢跟剛剛是同一款 但是我就是配了那個褲襪就感覺好像你穿的是 可能是很像靴子啊之類就是延伸你的腿長 其實如果你想要看起來比例更好的話 裙子是可以改端 但是因為我比較喜歡稍微個性一點的裙子的款式 所以我就是維持了它的裙長 因為就是我喜歡比較個性一點的款式 所以我選擇了它這個鎖鏈的設計 然後耳環一樣是Dior他們同品牌的 然後我現在戴的是珍珠的系列 就我覺得比較適合現在比較lady一點的造型 我通常穿的比較lady應該是去 當特派員的時候 然後或者是說 可能要跟先生要去慶祝什麼 什麼節日去餐廳吃飯 就穿比較像女生一點 不然就是會兩個男人去吃飯 對 很愛 我非常愛撒嬌 Baby love you 來囉 我覺得這個出場應該是我得罪工作人員們 我在現在跟大家回系列 好啦這就是我的當特派員我會選擇的look 應該粉紅色是沒有辦法跟我畫上等號 可是我當特派員呢 我就是會比較不像平常的我 會比較女生一點 其實這個粉我覺得是 是還可以接受的吧 就是它是有點點螢光感的粉 其實我就是大大的 就是我剛剛前面西裝外套就有介紹 其實你就是穿那種 比你的肩寬大很多的 你頭看起來就會很小 你比例會比較好 身體就會比較瘦 然後這款我很喜歡就是 它還有那種收腰的設計 就是對於我這種扁身是友好的 就是比例會比較好 然後身體會比較瘦 其實這件的設計就已經很時髦了 然後它的袖子又是那種很寬大的 所以其實它感覺就很像一個很普通的襯衫 但其實它細節就很多 然後這牌子其實它有出很多這樣的設計 就它一樣就是很像普通的襯衫 可是它的腰線都是收腰 就感覺可以當洋裝穿 然後這個的袖型又跟我身上有點不太一樣 它就是比較長一點 然後它是可以讓你就是可以這樣收在上面 弄起來就是手 你的皮膚露多一點 看起來是會比較瘦 然後下半身因為我一樣沒自信 所以呢我就是穿了黑的褲啊 配貼身的皮靴 然後這個靴子也是ZARA的 其實要是再搭配型一點 我的襪子我應該會配再透膚一點 或者是可能會跟我的洋裝 會是相同色系的絲襪或網襪 感覺就是造型感又再更多一點 然後耳環呢是我的愛牌之一APM 這款式它是可以就是有點把我的那個臉型 因為我臉是比較方的 所以這樣子帶這種長款的耳環 會比較拉長我的臉型的比例 這就是我的中性穿搭 就是因為我就是上身比較扁 所以我就會穿這個 拉扣斯的比較扁身的 又短板的上衣 就剛好是露我這邊比較瘦的地方 但就像我這邊我這邊其實也是比較胖 因為這個裙子它是比較高腰設計 然後它的布料是很厚比較硬挺的 所以它其實有一點點微塑身褲的效果 它又可以把我這邊比較肉的地方又這樣塑起來 然後再來這腰帶呢是H&M前陣子聯名的 然後他們送我的我覺得也非常美 就是如果你穿全身黑的時候 你就可以搭像這種比較多細節的腰帶配件 來做一些點綴 然後鞋子呢也是剉軸款 這款就是Benciaga 也是那時候我在那邊的時候 跪上的時候店員就說 都沒有人看得懂這雙鞋 我就立刻說它是我的 我就把它買下了 價格都很實惠 就它比較設計款 然後它又是比較尖頭的 所以你穿這種跟沒有很高的 然後頭很尖的 看起來腿就會比較細 然後再來呢就是我的包款 它也是Dior的老花 可是它是男生的包 所以我覺得它也非常的好用 你不要看它就是小小的 它其實呢因為是男生的包 男生很多都不戴皮夾 它很多那個還有加成 就是你可以把卡架啊 鈔票啊都放在裡面 就非常方便 而且它可以塞超多 它其實根本就是不費的一個包包 容量是很大的 所以我有一陣子 我也是非常喜歡 我先生送我的 其實我大部分的包 都是我先生給的 就是我生日一年一顆 其實呢我剛剛還想要搭這個帽子啊 可是就是大家一直 一直在那邊數落我 乍看很像玉蘭花 但我跟你講出外景的時候很好用 就還是硬要戴 剛剛大家說不要戴什麼 我就是要戴 攝影大哥你在 你在嘆氣嗎 嘆屁啊 給大家一點造型感好不好 大家的有趣一點 好先忽略一下我的腳腳 它其實就是你如果去露營啊 或是像我們去外景的話 它這個剛好就是可以防曬 我的後面的頸部 我很喜歡這個帽子 就是你鴨神帽 棒球帽戴多了 你就是想要找一點不一樣的 可能或許也是大家嚴重的查走款 可是這就是我會購買的單品 這一套就是我的中性穿搭PART 2 就這個酷型就是它其實版型是比較寬鬆 它是一個泰國的牌子叫Ponystone 就是當年是蔡依林的機場穿搭開始紅的 再來就是我的耳環也是就是愛牌APM 它其實是單支單支賣 其實它就是沒有垂吊性 因為我覺得就是我自己的中性的認知是 我耳環不想要垂吊的東西 可是我又不想看起來太暗 像這種款式就是我會喜歡的 我覺得就是好 如果是腰比較細 或者是比較扁身的人 你就是可以像我一樣 就是露出肌膚的一截在這個地方 然後其實就是你不用很認真練你的腹肌 這個是很友好的一個look 其實我也可以選擇就是 單一的寬大的牛仔褲也是OK 但如果像我這種就是你看有露很多 多一點肌膚看起來就是會 你中性穿搭看起來會有點小性感 還是很像女人 原生的人的話褲子可以穿我這個啊 就其實像這種褲子啊 你不用跟我一樣 我其實是買錯尺寸的 我才會一直逼死自己 就原生的話 穿比較鬆一點的尺寸 然後你褲型還是大概是像這樣子的話 就是有點AB型的話 看起來就是也會比較瘦 以上就是我的7.5穿搭 因為我多給你們一套 希望大家會喜歡 他就是真的是沒有辦法 他不想穿那就算了 還好啦 我其實我就會前面逼一下 那他真的不自在 我還是就是會 咚咚咚打退堂鼓 揮卸責任是我的地雷 我是很喜歡團體工作的 所以我覺得有事情一定要提出來 一起解決 然後不要說謊 對這是我的地雷 我喜歡很多設計師 像我剛剛穿的那個高腰裙 是一個日本設計師叫Toga 我非常矮 我衣櫃就很多他們的東西 設計很特別 然後跟也是有點個性 都會我喜歡的元素 還有我很喜歡色系的拼接 他就是很會翻玩色系 因為我又是設計 然後經營又要我自己 所以其實做品牌 這部分是很分身法術的 假設有一個partner 是很有經營的頭腦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建立品牌 一個是最穩固的一個架構 我最喜歡媽媽欸 因為我覺得很反差 大家就是越覺得 怎麼可能秋美寧會顧小孩 怎麼可能她跟小孩的事情 會這麼遼落指掌 我就很喜歡反差感 這也是我自己 逼死自己的地方 就是我很享受這個角色 但同時又不想讓人家覺得 我是大家眼中的那種媽媽 好像沒有不崩潰的時候欸 她是一個很特別的小孩 就是她就是水瓶座 就是其實她跟我很像 就很反骨 你越要她去往一個思維走 她越不要 她有一次啊 就是在大安森林公園的 就是她遊樂設施溜滑梯非常高 我兒子她是膽子很大的 其實那個不太是她年紀應該完的 她大概兩歲多 就爬到最高的地方 然後她不想要大家一起溜滑梯 她就從上面 就立刻就是脫了褲子 就立刻大尿尿在上面 就瞬間變成那個水上樂園 全部人不想她就 爸媽就立刻把她抱走 然後因為我先生看起來 就會比較像哥哥 所以當下那些媽媽也覺得 可能一定是什麼哥哥 叔叔幫忙帶小孩還不懂 但我心裡想要現場是我的話 我真的是 就把我的氣因在那邊 立刻奔回家 這部分就是蠻崩潰的